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击它 打开属性设置 这里有imagine 意思就是图片属性的设置 我们前面讲了它的时间调节 现在来看这个整个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叫no brush 我们来演示一下它的效果 直接画 第二个 第二个brass 大家看brass什么意思 你看到了 当它画的时候呢 它会大片的出现 再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看出来了吗 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锯齿形的形状 边缘都成锯齿形 下一个 这是一个 stitch 缝线效果 就是针角的那种效果 我们来拨一下看 画出来以后它是这种 好了 这边的这种边缘效果呢 只有这几个 再来看 这边还有一个色彩的选择 第一种 叫full color 就是全彩出现 就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outline 就是外边框 它只有外边的几个东西 里边是什么颜色 它不管了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里改变它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红色 下一个 gray scale 这叫灰度 它呈灰度级别显示 下一个 这种 这叫剪影 或者是大致的一个轮廓 它没有细节的反应 再来 好 回到了这个 全彩 再来看下边这个 第一个 百分之百的这个solid solid的实体实心 意思就是 填充物都是显示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调节它的这个 度 不能再往上调了 所以 只能往下调 它是 调到百分之五 二十五 也就是 越来越不清楚 这个实现 这个实体 变得不清楚 有一种就是朦胧的效果 而我们回到 百分之百 这看这边有两个 小三角 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点击一下 等你看 好 什么意思 翻转 再回来 它可以转 这是这两个 然后这个呢 什么意思 我们来调一下 好 好 好 它倾斜了 说明这是一个角度的调节 那么当然也可以调到负的 往这边转 这就是角度的调节 好 这是图片属性的设置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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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